在修行当中啊 我们呢 常常会经历的一个阶段 就是从无知啊 到听闻佛法 然后呢 再到修心修法 再到见到修道 实际上呢 就是说 每一个人从 不知道佛法 开始 从无知 就是不知道佛法 慢慢的到听闻佛法 哦我知道了 有这么个佛法 慢慢到呢 我学的佛法挺好啊 我开始修心了 修法了 修法实际上呢 就是要开始 守见遵照 他去做 然后呢 叫见到修道 见到修道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你会 通过念经 学习佛法之后呢 你会觉得 很灵 一求就灵 你就觉得见到了 所以我们现在 人家经常说 你见到没有了 不是单单 眼睛的见到 实际上这个 从佛法上来讲 见到 实际上 你看见了这个道 然后呢 再到修道 我看到了 我知道很灵 我决定 我决定 要修下去 从无知 到听闻佛法 到修心 修法 到见到修道 最后 修心一直坚持 谁个人 修心坚持很重要 修道后来人啊 精神特别好 越来越简单 变得越来越 善良 慈悲 那么就叫 凡普归正 你们喜欢 跟小孩子讲话吗 你跟小孩子讲话 要动脑筋吧 不要吧 妈妈到哪里去了 妈妈出去了 他不会吹牛的 修心修道最后 就是要 凡普归正 就是人啊 很纯洁 没有什么 可以隐瞒人家 一个人修道 很朴实的时候 其实他过得 很开心的 你看你整天 在单位里 很多人 为什么我累啊 一回家我就放松了 因为在单位里 假呀 跟这个人讲话 领导 我要当心一点 跟这个人 这个人要嫉妒我的 我讲话当心一点 跟这个人讲话 哎呦 他整天要搞我的 我又要当心一点 这个人 我要对他好一点 你脑子不停地 在转换 累呀 幼儿园里的孩子 大家都很朴实 多开心啊 凡普归正呢 这人呢 就会寂静 会很安静 因为没有杂念了 没有杂念的孩子 特别安静 就是要学会 照见五蕴皆空 照见五蕴皆空 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叫你 不要想的太多 这些想运啊 受想形式啊 全部都是想出来的 一些事情越想越害怕 一些事情越想越难过 有些事情根本不会发生到 这么严重 为什么你会这么害怕 就是因为你想出来的 我曾经心理学辅导过一个年轻人 他跟那些 A警 就是办移民的人 去打交道 结果这个A警 骗了他钱了 他告诉我说 他那天实在憋不住了 他说你们这样的话 我要去告你们了 结果这个A警 听他一讲 就跟他说了一句话 你随便告 你出门当心点 他就告诉我 自从那个A警 讲过这句话 他出门就 不是当心了 是害怕了 想出来了呀 人家说了 你当心点 他害怕 人家找人揍他了 所以很多事情 想运啊 试运啊 那这全部都意识当中存在的 你觉得这个人会对你很不好 你的表情上 让人家就对你不好 你觉得这个人会对你好 你表情上就会感觉到 他非常和蔼可情 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的运 所以菩萨叫我们照见五蕴 皆空啊 不要去想啊 你不要去想你老婆会对你不好的呀 你不要去想你老公会对你不好的呀 你就不会害怕家庭会破裂了呀 有什么可以想 一切皆空啊 真的他要离开你 总归会离开你 他不想离开你 你怎么想他也不会离开你的呀 你想那么多干嘛了 所以五蕴与佛性在一起 色受想行使 如果你把这个五蕴跟佛法连在一起的话 想佛法的东西 行佛法的东西 是意识当中是佛法的意识 受我也是受佛法的戒律 色我看到的都是佛法 你这个智慧体就开始存在了 开始的时候呢 要这么想 等到修到很好的时候 等到你们能念心经 理解心经的时候 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了 就想都不去想了啦 开始的时候我要做好人啊 我不能偷东西啊 你说你到后来你是个好人 你会偷东西吗 就这个概念 色受想行使 都是具有智慧的 看穿的智慧 你在色上 色受想行使 色不是男女之色 是这个社会上形形色色的 你看到的东西 如果超出五蕴 不是看它的形体 看这个能量本能 而且是看穿 这个世界上一切 把它看穿了 那么你就产生了 看穿五蕴的智慧 就看穿了法界体性智 什么意思呢 这个世界的法界 我们说始法界 就是这个世界的法界 体性是什么 本体啊 本性啊 这个智慧啊 就是我看穿了 无所谓了 单位里发奖金 发不到 没关系啦 发得到 没关系啦 什么都看穿了 你就 法性质就出来了 法性质 法是什么 道法呀 所以很多人就是说 我通过学佛之后 我放下了 我不跟别人争了 我不跟别人吵了 我什么都想通了 你这个智慧就生出来了 受是感受 实际上一个人的感受是很重要 你对别人感受好 你得到心里的平安 你对别人感受不好 你可能就会觉得心里不平 所以这个就叫平等性质 平等性 一个人如果你感觉她 哎呦 这个女人蛮可怜的 你这个人就跟她心平等了 你觉得这个女人很讨厌 你就会觉得不平等 心里就不平等 这种女人 她凭什么啊 就是本性的智慧开始不平等 比方说 很多男人在家里都没有平等性质 一会来上班 累得不得了 往沙发上一躺 看老婆在那里 游宅游宅 你看看我累得这个样子 你看看你在家里 多舒服啊 你平等吗 你看看你老婆啊 不停地从早上忙到晚上啊 她不停地 你忙完了下班了在家里 她还要继续忙 吃完饭她还要洗碗呢 你有没有良心哦 你对个女人怎么看的 你平等吗 不平等性质 那是感受不同 所以设受想行事的受 叫你们要受 要为别人想 要感受别人的痛苦 体谅了别人 想是什么呢 想就是感觉 你今天感觉人家不对 你就想的不对 你今天感觉对了 你想了就对了 就希望你们越来越慈悲 越来越好